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犹如此 人何以堪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咱们这个中国呀 老虎都给饿死了 在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 这个事最近很轰动啊 就是三个月内饿死了 活活饿死11只东北虎 然后我最新看到的新闻 就国家那个这个联业局啊 什么什么调查组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发现呢 这个死了的老虎 这个虎骨啊 被酿成一大坛一大坛的虎骨酒啊 有那个贵宾来了之后 当送礼 送给人这个虎骨酒 但是这奇怪了 就是说动物园怎么能把老虎饿死 这个事情啊 我给你看看相关的这个新闻报道 我们这个导演看看 一开始啊 有关管理方面还不愿意说 说你说老虎饿死 咱们政府都没面子 政府给那么多钱 但是你看啊 2010年1月 四只东北虎死亡 原因出血性肠炎 心衰 肾衰 心肌炎 这四只老虎营养状态极度不良 身体消瘦 皮下脂肪枯竭 主治兽医说从报告表述看 不排除长期饥饿的可能 你再看下边 这个先看老虎饿死是表象啊 但是后来呢 你看这个动物园的这个员工啊 目前只剩下145名员工 目前累积的欠薪 一年半18个月 共计300多万元 然后呢 3月10号100多名员工宣布不再工作 员工要求不发工资不干活 所以有报道说 那些天喂老虎的都是干部去喂 员工透露 自从2000年建员以来 该员有四五十只老虎 二十多头狮子等数十种动物死亡 据了解 该动物园成立之初 共有动物61种1024只 而到今年2月8号 只剩下49种510 八指这是死了一半 死了一半 死了一半 这家伙是动物园还是屠宰场啊 这个不是国立的吧 不是政府成立的吧 这个动物园 要害就在这个地方 要害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说这个这么这么复杂 我大体了解了一下 说过去沈阳那个大贪官叫穆随新 在穆随新主政的时期 这个动物园本来是政府国立的动物园 但是要跟那个什么民营企业资本家嘛 反正和和呢 就是变成什么呢 政府方面入股 政府方面拿什么入股呢 拿动物 也就是拿公物 拿动物入股 占15% 其他的呢 就是那个私人的老板 那个私人的老板呢 在别处还开着一个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球场 然后呢 现在这问题出来了 全国暴怒啊 就说怎么 这么回事呢 然后你知道 居然有的员工 就出去讨薪了 这个员工 私下里跟记者讲 当然是员工讲的 说怎么可能饿死呢 故意饿死 说为什么 跟政府要钱呢 就是唤起政府重视 当然这个调查结果 咱不知道 是员工跟记者 有这么说 有这么说是说什么呢 说是反正 一年一个动物园的旺季 大概有六个多月 实际上也能有一千四百万左右 这个里面政府呢 也给个几百万 那么据说喂这个动物吧 一天吧 大概是花个一万五 还是多少啊 具体数字可能不准确 但是照这个行家说呢 应该饿不死啊 但是为什么呢 这么多钱 为什么还饿死了呢 也是有内部员工 跟外边爆料 说这个老板拿这个钱 还其他地方的债材了 挪这个钱呢 挪到其他地方去了 还有政府给这个动物 吃东西的钱 三个领导的开车的钱 全部从那个动物的食品 那个钱里面出的 就拿动物吃的去喂领导了 就是喂领导的车了 喂领导的车了 这就是虎口夺食啊 胆子大呀 这个柯正猛于虎 这个虎都不够你凶了 讲的就是这句话 我们现在国学孔子纪念 孔子的话全都被 就这一句不讲 柯正猛于虎 这真是柯正 还把老虎都整死了 这个问题里面 牵涉到很多普遍性的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煽情 因为老虎 经过华南虎的铺垫 中国人民现在对虎的关注 是非常高的 而且今年是虎年 而且今年还是虎年 这个虽说美帝国主义说 帝国主义是指老虎 那我们应该是真老虎 真老虎饿死了 我们真老虎饿死了 华南虎没了都没 所以这个事情 但是其实你仔细想 它这个事情是带一定普遍性的 就是说 当国营的一些东西放弃了 走这个私营化 就走资本主义了以后 它需要 那一是有些最重要的东西 不应该私有化 你就应该国家 就应该负责任 比如说警察 比方说能源 比方说有些 以前言铁论吧 汉代讲的最简单 最国际名声最重要的东西 而且有些东西 它不能讲利润的 因为你给私营 它就要讲利润 有些东西你保护自然 有些东西你不能讲利润 它是赔本的 就像老虎这种东西 你赔本也应该养的 其实照说就政府不应该放弃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你给了私营了 我们不排除全世界 也有很多私营的野生动物员 但是还有私营的军火工厂 对不对 美国很多造飞机 造大炮都是私营 那怎么办呢 你怎么来防止它完全谋私利呢 你那个法规条例要急重急重 你是政府监管要急强 你不能允许它 你要是一个私营的 你今天它把老虎养死了 明天如果我们的潜水艇 也是私营厂造的 那这个到时候潜水艇 就根本就浮在水面上 永远都下不去了 但是你要这么说 咱这个法规啊 我再给你看看啊 你就看怎么比 动物园把老虎养死了 你但是呢 这个云南猛辣县 大臭水深的村民康万年 人家冤不冤呢 非法猎杀一只这个印之虎吧 判了12年刑 赔偿国家经济损失48万元 那么这个 这个还有一个 黑龙江这个农民 张立尘孟庆玉 在前些年吧 到临近深山老林 偷捕了一只东北虎 结果俩人一个判9年 一个判5年有去徒刑 对所以其实法规是有的 但是问题这个法规还不是 子东老师刚才讲那个法规 这讲的是什么 监管动物园的法规 就是因为呢 其实是这样的 你并不是说所有东西一定要在国家的掌控之内 国家资源 在某种情况下 你是可以让私人经营 或者私人参股 但是问题是假如它是个公共机构 像个公园啊 这种地方 你需要有政府监管 就算它没有一点公营成分 全世界有很多私利动物园 像别说举个例子 香港的海洋公园啊 它里面也有海豚啊 有熊猫吧 对吧 这也是个私人机构啊 但是问题是这样私人机构 它要有公共监管 对 你在私人的挣钱的机构 它也会有公共监管 只要是动物园 它就有一套法则 比如说你有没有对待动物 你对动物怎么样 是否健康 这个卫生部门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卫生部门 它会去监控的 它会定期检查的 所以说你这个里面啊 其实虽然说这个私人的业主啊 对这个动物很不人道 但是坦白讲 市政府也是有责任 你平常你这个动物 你有没有人定期去看 你怎么能够 比如说这个老虎饿死 不是一天两天饿死的 它早就出了事了 说是去年11月13号 我到现在也闹不清 到底死了多少日 去年11月13号 两只东北虎袭击一个工作人员 饲养员 现在怀疑是恶极了 你们饿得他就吃人了吗 然后被警察 砰砰砰砰砰 击毙 说从那之后 就把老虎啊 关到笼子里 又加上据说 他们解释的 说冬天非常寒冷 老虎也不适应 这个 这种 而且野生的动物园的老虎 把它关在笼子里 它可能生活状态也大 免疫力下降 所以说又死了什么12只 东北虎还怕冷吗 刚才说什么叫天气寒了 反正他们就解释呗 就解释呗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 哎呦 你知道东北虎 那已经不是东北虎了 文道 那是动物园 那是什么东北虎 早就说东北虎 野化的那个 就是咱现在养的那个 人养的那个虎啊 什么 还吃肉啊 什么 饿极了可能吃人吧 但根本 喂人家什么呀 两只鸡架 你知道吗 就是一天喂两只鸡架 就那个时候就那么喂啊 长期处于半饥饿的这个状态 他哪还有东北虎 还虎虎声威啊 他哪还有威风 哎呀 这是虎年 真是 真是虎年 所以我在想 就是说他平常啊 他肯定政府部门 应该有人要去看 他这里面 首先已经没有人看 第二呢 就是他这个事情 如果出了那么久 消息一直流传那么多 仍然没有人去举报 或者举报 没有人受理的话 很坦白 我不是说那个老板没事啊 那个老板肯定最大恶极 但这里面政府 我觉得是很难逃脱责任的 反正也不能说没人看 不知道什么人去看 但是看来有证据表明 某些来看的人 是带着胡胡酒走的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看一个材料 说现在野生的这个东北火 估计就三百只了 你说这才一气给饿死十几只 这三拨人其实都有责任 在我看来 一是你这个政府官员 你把这么一个野生动物园 缺乏监管 报给私人 第二 私人经营者可能是贪财 整天倒腾高尔夫球 高尔夫项目去了 那个地方他就不负责任 对不对 这个是肯定是 而且更不要讲 其中的钱的这个运作 第三 我在想 这些员工 这员工是很不幸 他们是弱势群体 他们没发薪水 那么在没发薪水的情况下 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也没有薪水 所以很多事情他们也顾不到了 你看 假如这里边有 有有有有 有活雷锋 他们爱虎 像有些电影拍的 就自己不吃了 电电影里面的 爱那些鲸鱼 爱那些海豚表演的那些人 那么敬业的 那也许老虎的状况 又稍微好一点 可是人你知道 穷的到一定的程度 他也不管 对 资本主义就讲究法规 监督 假定人是坏的 那有人管着你 你看 你现在让这个人去赚钱 但是又没人管着他 还用一套道德来保护 这次啊 是好多这个网友就在聊啊 就说这个资本家是万恶之源 说你别以为资本家是什么好人 他们这个有有有什么一倍的利润 就怎么怎么样 偏面 我就说嘛 刚才那些官员呢 相关部门呢 他们要负责任的 这不纯粹是资本家 全世界很多资本家开的动物园 你也很少听过别的地方的动物园 香港动物园饿死动物 我在巴黎看过野生动物园 那也是人家私人 对啊 那他自信了 现在一出了事一饿死 马上政府就七百万 说五百万先给老虎吃啊 再也不能饿死一只了 其他问题慢慢解决 然后那个资本家就开高尔夫球场 那个还是那个女的来了 跟员工三鞠躬 就是这个这个我有责任 这个欠心啊 一定给大家发 然后他跳进去喂虎 我觉得现在中国还有一个问题 当然你们说的也很重要啊 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文明程度的问题 就是你老动物是你的提款机吗 就你看啊 咱们老以为动物园是干什么的 就是动物 我们去看动物 满足我们的 可是你我给你念一些数字啊 这是去年十一黄金周啊 某个动物园的小狗 每天要跳绳四百次 小黑熊每天 运动员跳的还做 每天在双杠上玩四十个动作 这些国家体操队的训练超量 海狮每天要顶啊 数十次的皮球 超负荷的表演 让很多动物显露疲态 有的甚至开始罢工 某个野兽巡展团 为了残忍的拔掉了狮子和老虎的牙 为了让他们跟游客拍照 五岁的东北虎雷雷 因为频繁演出 活活累死 这是体育种局的训练基地吗 这就是说你明白吗 我们觉得 我现在看人家外国动物保护啊 虞在心管 虞在心管 人家那个意识 人家那个意识形态是什么 动物园嘛 保育啊 保养啊 爱护动物是为了第一 是吧 顺带着你人去看一看 咱这儿是马戏团嘛 就是 不是因为我想去 坦白讲 我觉得这几年啊 其实以前比以前有进步了 我觉得十多二十年前 我第一趟到大陆的动物园的时候 那真是吓坏了 我印象非常深 那个时候我还常去不同地方的动物园 每去个城市都去逛 我喜欢动物嘛 老去看动物园 那当年得到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你去外国的动物园啊 他也都有商店 是商店卖的东西呢 通常是玩偶 比如说动物玩偶 一个海豚玩偶什么 那个东西呢 是为了让小孩回去抱着 好玩 觉得他动物好可爱 那种商店贩卖的是 你看动物好可爱 我们要爱护他 保护他 到了中国动物园 我去了好几趟 一进去 摆的是什么 鹿尾巴酒 然后 熊脏什么 熊胆针 我说你还在这什么玩意 说我全世界 没见过动物园 卖这个呢 中国的好多地方动物园卖这个 你知道商店 胡骨酒 概念真不一样 胡骨酒就在动物园 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你去看 小孩到动物园里就看胡骨酒 对 没错 这个也不是 也也不要单骂中国 我跟你讲 日本也有这个事 我看了一个 或奥斯卡奖的纪录片 叫海豚湾 那个纪录片太好了 就是 他就讲了 当年日本有个城市叫泰地厅 在那几千头海豚 被围捕 杀害 屠杀 哎呦 那个惨啊 整个海湾都是红的海豚 他就是啊 在他们的海豚馆里 卖这个海豚肉 嗯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这个纪录片就讲啊 就是说海 有 这个这个 这个现在搞这个运动 这个人经常被抓起来 他到处偷偷的把人 这个海豚馆里的海豚呢 放出去 对 然后他就被抓 其实这个人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嗯 他说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搞起这个产业 现在这个海洋馆 海豚馆 海洋公园 海豚表演 已经成了几十亿的产业 他说 但是 我生命中最后 以后的三十五年 却用来摧毁这个产业 嗯 你知道他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他说 为什么 因为一只海豚 就在我的怀里 自杀了 嗯 但明白吗 海豚是有自我意识的 对 海豚是靠听觉的 嗯 你知道吗 这个在那个海洋公园里跳那个海豚呢 在后边给他们吃两种药 胃药 因为精神压力大 他有胃溃疡 嗯 然后他的那个那种机器的那个噪音呢 使得这个海豚 而且他就讲 他说他怎么被触动啊 他说那个海豚 海豚的呼吸啊 跟我们的呼吸不一样 海豚的呼吸 每一次吸气和呼气 都是他有意识的 所以 他就记得 在海里 最后吸了一口气 就不吸气了 然后肚皮朝天 沉入水底 他说第二天我就被捕了 因为我当时 就把那海豚 别的海豚放了 嗯 这是这个人的故事啊 但 咱们去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不忏诚用日本跟我们比较 因为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神 向来讲就民包物语的精神 怎么了拿小日本跟我们比 没错 没错 但我就说 但中国真的是还算是有变化 因为我记得 十二十 刚才我说那种动物园 卖胡鼓酒 路边 那是十多二十年前 那现在呢 你想想看 我们想想看 过去几年发生的事 你记得前几年有个 专门用高跟鞋 把猫头踩爆的 那个女的那个事 你记得那件事吧 对 那那个事后来不是引起轰动 然后也被人 那是第一个人肉收索嘛 当时是 网民就臭骂 他就通缉了嘛 我就看到一个现象 就过去十年啊 我发现中国 尤其是年轻人 对动物的感觉不同了 你有没有注意这一点 越来越有感情了 越来越有感情了 然后 比如说我就拿一个很现成 因为我老出入北京啊 我就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在北京 我十年前街上 没见过那么多猫狗 现在呢 我发现流浪猫多了 就有几个小区啊 经过一些小区 像清华附近一些小区 那边的人跟我说 他们是有些街坊 就下去喂猫啊 怎么样每天的猫在街上晃 以前没这个的 这说明什么 因为以前呢 比如说要不就是不养动物 要不就是动物 你不管它 要不你有猫有狗 说不定都抓了杀了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们开始容忍动物 活在人的范围之内 还对还善待它 真的是 我觉得感情不一样 最近网上也出一件事嘛 就是说有两个年轻人 摔死那个狗啊 还是什么的 全体网民逼着他们 认错嘛 没错 但是吃狗肉还是相当普遍 也少了 我觉得还是 我亲眼见过一个场面 就是说他们是养狗的 自己带着狗的 可是在饭店里还是吃狗肉 这不矛盾 他觉得 这个非常奇怪 我们从来不矛盾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还是少 你让他看 十多二十年前的时候 广州北京路 那些最旺的那些街上 今天呢 街上就大街上挂着 你知道吧 我记得那是古籍书店 旁边就有一家 然后呢 现在呢 就不一样 现在这个狗又是躲起来 广州市里头 不会让你这么吊着 在街上让你瞧 但是呢 这个你说的这个 有时候跟这个传统啊 也有关系 那传统上 中国人好像不像西方人 对狗这种感情 那么强嘛 或者有感情的也能吃 但是现在我们 好像越来越在 一个话语圈里了 就是我就 你就像你就感觉 中国的这个 80后90后 那这爱狗也是太多了 不一样 喜欢动物了 动物感情也不一样 所以你想想看 这种事 你注意一下 像现在这个 饿死老虎这件事 你换做十年前出来 不要说十年 光五六年前出来 一定会有一种言论 那个言论是什么 就是说 哎呀 还关心老虎啊 怎么不先关心人 我这么多员工都没工资 我家里什么什么 对吧 以前一定是这么说的 而且这种话是很多的 但现在这种事件里面 说这种话的人开始少了 因为归根结底 关心动物 还是源于关心人 他背后还是一个 人道主义的一个 普世价值观 在起作用 人家里为什么 让小孩养一只狗啊 很明显的 就希望他爱护弱者 他有个爱护的对象 培养一种爱心 培养一种爱心 那你对动物这样爱听 对人当然更加是 老乌老以及人之老 狗乌狗以及人之狗 没错 反过来 你要是可以践踏动物